白英男子站在台上 面对大众接受编刑 台下男女老少纷纷拿出手机拍摄 原来他和同事18岁的女友 因为在户外拥抱 在清真寺外被处公开编刑17下 小情侣被当众处罚 背上挨着竹边 低着头不敢吭声 而在公开执行编刑之前 他们已经坐了几个月的牢 当天接受编刑的 还有另一名35岁男子 罪名是哈姨米40岁女子 在杂货店里亲密接触 亚齐特区位于印尼苏门达拉斗北端 当地500万居民中 高达98%信仰一丝懒教 人权组织抨击 公开编刑太残忍 印尼总统佐科威也呼吁终结编刑 但这项酷刑人获得当地大多数 牧师领人口支持 要尊重当地文化戒律 还是维护人权 陷入两难 赛利新闻 林芳颖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